到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中文集锦 详情请登陆sbs.com.au 前写杠Mandarin 社会凝聚力似乎是当下政治家们热衷使用的流行词汇 从字面上看 你可以想象它的意思是人们和谐相处 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问题 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澳大利亚政治家是惠特拉姆 他在1972年启动工党竞选活动时 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基金会的执行董事 联邦政府多元文化框架评审主席哈斯·德拉尔博士说 这个词在9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 实际上从90年代中期开始 人们对社会凝聚力动态的兴趣增长 这是由于全球化、经济变革带来的影响 以及全球性事件如反恐战争所引发的担忧 虽然对于社会凝聚力没有统一的定义 但目前最常见的定义涉及归属感 对群体的依恋、参与度以及共享的价值观 社会凝聚力实际上有关对社会公益的拥抱 有一些更早的关于社会凝聚力的提法 其中一个出现在19世纪 当时社会凝聚力被定义为 潜在社会冲突的消失和强大社会纽带的存在 另一个解释为 社会凝聚力是建立共享的价值观、减少差异 并确保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 都感到自己是同一个社区的一部分 德拉尔博士表示 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是归属感 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是人类体验的基本方面 这是社会凝聚力的基础 而在像我们这样文化多元的社会里 要想创造这种层次的尊重 包容性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它也推动着国家走向成功 后来到了2000年代中期 斯坎伦经济会研究所开始对社会凝聚力进行衡量 他们确定了五个领域 价值、社会正义、接受度、归属感和参与度 每年该研究所都会进行一项调查 并发布斯坎伦社会凝聚力指数 斯坎伦基督会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 安西亚·汉考克斯表示 这一指数正在下降 如果你看看整体的指数 它确实略有下降 但这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一个任意的起始点 因此你可以说 目前看到的部分现象 实际上是指数本身在进行校准 2007年发布的第一份报告将指数设定为100 到2023年总体得分78 下降幅度最大的领域是社会包容与正义 以及接受与排斥 在新冠疫情期间 该指数达到了五年来的最高点93 汉考克斯女士表示 政府对疫情的应对提升了这一得分 因为他们实施了Job Seeker和Job Keeper计划 于是人们立刻感觉到 有一个底线存在 而且政府不希望我们跌破这个底线 因此人们感到获得了支持 并认为政府在做正确的事情 在照顾人民的利益 确实如此 这让指数大幅上升 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也因此大幅提升 而现在这些措施都已消失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疫情前的状态 对于政府而言 自同年10月7日以来 对社会凝聚力的担忧一直在增加 随着社区中反犹太主义 和伊斯兰恐惧症报告的增加 彼得·卡里尔被任命为 社会凝聚力问题特别使节 尽管全球因素可能会影响社会凝聚力 汉考克斯女士表示 经济状况是维持这一平衡的基础 影响整体社会凝聚力的主要因素 是人们的经济价值感受 也就是说 他们是否感到对自己的经济未来 充满乐观 而这往往会支持起 许多其他影响人们反应的因素 但澳大利亚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态度 仍然是积极的 总体而言 澳大利亚人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看法 长期以来一直非常积极 而且这种看法没有改变 85%的人口认为 多元文化主义对澳大利亚是有益的 这一观点始终保持稳定 德拉尔博士表示 社会凝聚力不是一旦建立就可以置之不理的 你不能仅仅因为种族多样性 就能声称自己是一个成功的多元文化国家 如果缺乏良好的政策支持 许多国家都表示多元文化主义 对他们来说是失败的 而失败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好的社会政策 你不能仅仅因为有多样性 同时认识到社区中的负面经历也很重要 这是一种诚实的态度 他也能建立信任 我们并不是说澳大利亚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 但不幸的是 社区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歧视的现象 喜欢 分享 评论 欢迎您在Facebook上 关注SBS普通话页面